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那时候我还没开始演戏 对 我开始了之后呢 我基本上全是中的那个或者是self tape 全是self tape 对 我就很反而我现在变得我很原来我也很害怕就是in person的那种audition 然后现在的话就习惯了那个self tape 就更加就觉得self tape是最好的那个 当然就是作为一个全面的演员来说 你是每就是都要去适应都要可以 其实我有一部分朋友吧 就是美国的演员朋友吧 他们就是不太适应这个self tape 就是在家里头 有一个朋友干脆就 他就不做 那我其实对这个self tape也很反感 哦 你也很反感 对 当然了我我愿意就是说是省去了那个开车到好莱坞啊那些 太那个too big 对 而且就是说是那那种就是你没有这个in person的这种感觉 明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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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白明白 所以现在就是说是他们在争取就是说能回到 我想他会慢慢回去 但是有一些因为通过了这两三年的时间 可能他又发现了一些这个好处 就比如说省去时间啊成本啊这些方面 对 而且他们都不用不用有office 他们就可以在他们家里头就可以 对对对 确实他有好也有坏 但是我觉得就是你刚才说你比较适应那种in person 我觉得还是在于你的自信 还有你的这个经验 不 这个东西很有意思 就是说不管你多自信 其实你到了那个事件的时候 对 昨天我有一个zoom 就是云端的一个callback 就是跟那个已经过了第一关啊 就跟人家那个导演跟那个剧作那个监制 但是那是zoom 很奇怪啊 我觉得那个callback的zone就会有点那个 因为不是 所以这个也有好处 因为不是洛杉矶 是在另一个州里面 那个城市 所以zoom还是 跨空 跨地域 但是那就是很奇怪 很奇怪 对 有没有那种直接互动和那种 对 对 我当时我也觉得我做得不错 但是那就因为你是在屏幕上嘛 人家说 oh good job you're good 但是你就没有就说 就我现在跟你在一块的时候 如果你真的觉得我很好 我可以感觉到 就你 哪怕我没说话 你都能感觉到那种 对 但是那在那个zoom上面就 对 而且你看不到那个 那个他们是三个嘛 就是选角 导演 导演 还有监制 监制也是那个 可能你不能同时看到他们 对 哪怕看到都是一个个小窗 小窗口 对 他们关掉了嘛 所以我 我看不到 所以我 像我以前就是比如说去callback的时候 我的 对 我第二个的 我就是那个拿到NCS Los Angeles的时候 去回去那个第二次复试的时候 就是就这么一圈 做一圈 那当时我一说的时候 大家都哈哈哈哈一下 你就知道 认可 对 但是这个zoom上就就没有这样的了 对 你看我今天请那个惠姐过来 第一个是 我有一些观众他有问到这些问题 就是做演员啊 什么步骤啊 什么之类的 我觉得你是最有发言权的 同时 我也刚好 我有个callback 在那个星期一 也是中的 他也是 他们是在东部 OK 对 所以的话 我说哎呀 多好啊 你看我可以又满足就是很多朋友的一些那种好奇啊 或者说是他真的是有心想去做 对 我觉得就是说是 我怎么说呢 就像我们这个年龄段的时候 他尤其是那些毕业片啊 学生片啊 那需要说说中文的 对 对 所以呢 就是说是 其实你就去演 就是在在那个训练你自己 就说是 那那个如果说是年轻的呢 就我觉得就是还是应该去正规的训练 是 比如说去学校呀 去那些acting studio 然后呢 就是 就是应该去学习 就从头开始 就是从一步一步把那个基础导好 就是说也有好多人 就是说人家就是因为 比如说是天生的就会演戏 然后又长得好 什么像中国说的啦 什么都有就突然一下就 就成功了 但是真是很少 对 真的是很少 如果你真的想当演员的话 如果你年轻的话 你就应该去 先上学 上课 对 我也在上课 是吗 很重要 很重要 对 我觉得真的 通过上课之后的话 就是真的是学到很多东西 而且很值得 对 各方面来说 你一个是 先学到东西是不用说的啦 另外同学之间的这种交流 the network connection 对对对 然后再有就是你保持这种活跃度 那第一步就是headshot 就是你的那个头像 就是professional acting headshot 那有些人就自己拍 也可以 就是 其实我那个时候就是 我结婚生孩子以后 我就十年没回来 没演戏嘛 那我最后回来演戏的时候 其实就是我先生给我拍了一个照片 就在院子里头 都没什么background 但是就那个照片还 就拿到经纪人 但是也因为我已经是那个工会了 我已经好多年前 但是我停止演戏的时候 工会就可以 你可以inactive 你可以停止 等你回来的时候 你再reactive 对 你可以再交你的那个会费 那样的 所以说这个headshot很重要 就是有从家里头自己拍 也有就是说是150块钱 给你三个look 三个不同的那个 穿着啊 形象 然后呢 还有花一千美元的 所以它这个层次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 一开始你可以最基础的就好了 对对对对 然后呢就是那你headshot有了以后 你就要把你的headshot发出去以后 就找经纪人 对 OK 就是说是经纪人跟经理人 经纪人是agent 嗯 经理人呢就是manager 啊 所以 这两个的区别 一般情况下呢 就是说是 如果你非常new 就是很新的 那manager容易找一些 嗯嗯 就是说是 他managing很多 就是就是 基本上就是说是manager容易找 嗯 然后呢manager 你找到了manager以后 manager 经理可以再帮你找经纪人 就是agent 嗯 嗯 也看情况了 因为我觉得现在就是说是 如果你是亚裔嘛 那现在亚裔 就这次那个michelle yao 那个得奖啊 整个就是说有些他还会是 是要有机会的 但是呢就是 总体而言 嗯 总体而言 然后呢就是说现在就是说是 还是比以前要多多了 对对对 那就像我那个朋友到现在 还在这个经纪人经理人这方面就是 嗯 犹豫啊或者是就找不到合适的 哦他一直在挑吗 也不是挑 就是说他就是把他的照片什么 已经就是发了好多 嗯 但是呢就是说是 就有签某一个 签了但是呢 不不不不满意 他不满意 对对对因为因为你 没有给他拿到很多 对对对 或者是好的 对对对也不是说好不好 现在就是 就是说是你要那个拿到 你要book job 对 你要能拿到工作 嗯 而且就是说是像你吧 其实你做对了 嗯 就是说你现在他们approach 你就让你去给他演 就是就是这些学生片啊 就是这些学生片啊 这些独立片啊 对对对 你能拿到你演出的片段 这个很重要 就是说的第三个很重要的一部分 对对对对对这个 因为你如果你有headshot 你有real 嗯 你去找经纪人跟经理人就容易多了 对对对 因为你这个real就可以看你对 你你你你会哭啊 你会生气啊 你会你会怎么演戏是不是 是 然后呢所以这一点很重要 其实以前那时候我有朋友 就刚从别的地方来洛杉矶 他当时花钱去找人做这个real 哦对也有专门 帮你拍 对对 所以说那个 但是我有一个朋友 让我先生帮他做一个scene 他tape放进去 所以说呢 所以你这个就像学生片啊 独立片啊 都是很好 是很好的起步 你知道我甚至跟你聊过吧 嗯 我那个准备回来演戏 就是因为我那个生孩子以后 我就十年没演戏嘛 我要全心全意的 我那时候教英文带孩子嘛 嗯 那我回来的时候 我五年 嗯 我演了五年的学生片 no pay 哦哇 我五年 真的我是把我的那个 就是 那五年我演了四十多部学生片 嗯 当时他们就说是 呃中国母亲专业户 有一个报道 嗯 但是呢 我真是那个时候就是 就是把那个 呃 一个是帮助学生嘛 帮助我们中国学生 嗯 再一个呢 就是我自己就觉得 就说是 那我 这么多年没演戏了 我又回来 嗯 所以我得build up 所以我花了五年的时间 嗯 但是我我并不是就是说是这五年 就是从头来 因为我以前都演过戏 然后我 我也上过那个表演艺术学 硕士学位什么的 演了好多英文舞台剧 嗯 但是我就是停了十年带孩子 嗯 就是为为了孩子 是 那那我回来的时候 我这五年 就是在给我自己在铺垫 嗯 所以说 对 所以有些人说 啊我不做学生片 那个 怎么怎么 我觉得 每个人都不一样 是 我有一个朋友 他就是坚决不不 就是说做学生片可以 但是你一定要付我多少多少多少钱 嗯 他就 就每个人都不一样 当然是 这个有有些是可以理解的 但如果是我们讲的是起步 刚起步的话 对 那你这是最好的选择 对对 一个是 嗯 比较多 然后他要求没有 相对来说没有那么高 其实你就是 就像是你自己上课了 但也不乏有一些好的导演 对 那这样 基本上 我觉得我那个 我 我可能比较lucky吧 好像是我演了那么多 那那到最后这五年以后 演完我还接着演 嗯 有了好的片子 然后呢 如果我有时间 周末的时候 然后我说 OK 如果是周末的时候 你给我付一些那个秋千 因为我现在的时间实在太宝贵了 嗯 我不可能像以前那样的 嗯 然后呢 呃 片子好 我还是 如果那个跟导演有缘分 我还是会 我马上下 呃 七月 四月七八九 我要 又要去报一个 然后明天呢 就是去年 去年 不是去年 就是去年 去年 帮那个学生拍的 就是明天还有下周的周末 有就是有两个我帮他们学生拍的 嗯 就是现在有的时候 因为因为那个学生都知道 就是说是 然后有一个演妈妈的 她是student student friendly 就是很友好 对很友好 然后呢 我现在就说 因为我已经演了这么多了 我演妈妈绝对没问题 什么样妈妈 是的 然后呢 就是说是基本上 如果她说是 哦阿姨 呃你今天有时间吗 你帮我演着妈妈 我说OK 嗯 就我就那个 如果他们还说是 哎呀我还要你试镜啊 怎么怎么 我现在就觉得 不是说我自己吹牛 我觉得我已经 I pay my dues 嗯 我已经那个就是说是 而且就是现在在电视剧里头演妈妈 嗯 已经演了五季 就是那个go trouble 麻烦一家人 可能第六季还要 还要是 就是因为演那个妈妈 现在这个电影 就是跟印度的这电影 哦 但是他们根本就没有试镜 哦 就直接 哦她就看了你那个go trouble 她说我们就要这个妈妈 直接从我那一阵的说 我们要她 这些比较大的片电视剧里面都 直接看 通过看你的作品 都不用试镜了 对 所以说他们有的时候就说说 哦 阿姨那个我有个妈妈角色 你今天有 这段时间有时间吗 我看 我说你给我发个剧本 我一看我说OK 可以 那就说阿姨 You're on 就这样的 就确定了 对 然后我说只要是周末 就是因为 因为我是周中的时候 有的时候会有这个studio 或者是 是 我没演戏的时候 我也带课 就是这样的 就说是 没有 对 所以你是很有热情 然后也在帮助大家 对 不是让自己在这个 不断的去演 对 因为好的学生片也可以 对 因为是怎么回事呢 我是这样认为的 就是你要是去上课 你还得花三百多美元 嗯 但是你要是直接就去实战 对 所以我觉得你做的很对 嗯 就是你可以去上课 因为有一些技巧方面的呀 就是camera方面的 还有就是本身演戏 那我这一点 我已经早就做过了 对 所以说呢 就是说是 嗯 你就那个 像我就是 我就说我那个 那个做独立片啊 做学生片啊 只要是好片子 就是我跟导演 我跟导演有那个缘分 嗯 然后呢 我都会去 我就觉得一个呢 就是呃 不停的在提高我的那个演技 嗯 我我会 我为什么就说我要看片子 我看了以后 我觉得这个片子里头 有哪个地方可以提高 是 提高我 比如说是哭 或者是生气 或者是山儿光 嗯 就是说是在某一点 能让我 就是说是 我既能帮到学生 我自己呢 还是会提高 对 一些新的尝试 对 对 而且就是说你应该 应该不停的就是说是 working on your craft 他就叫做working on the craft 所以就说 本事 对 就是就是不停的在提高吧 提升自己 就是这样的 是 那个说的 刚才其实已经说到了 几个最重要的 第一个 你要去上课 对 然后把准备好你的headshot 然后real 那real怎么来 刚才已经讲过去 就你有机会就去演 对 那你就累积了很多经验 对 同时又有作品 而且你知道吧 就是说是 现在好莱坞已经 就是说最近这一团时间 由于那个 那个就是 那叫什么 crazy Asian Americans 因为那个 我不知道英文是 中文是什么 疯狂亚洲 对 因为那个片子吧 就是 带来了好多 就是 跟中国人有关的 什么 American born Chinese 什么 Brother song Interior Chinatown 这些片子 是我们亚洲人的主角吧 对 但是呢 百分之九十八 百分之九十九的片子 我们亚洲人都是 就这么点一个角色 像我们这样的呢 你在这片子里头 就一句话 或者就一个字 那这一个字 你都得去试镜 是的 对 而且很多人在试 对 所以说呢 如果你这一句话 一个字 你不可能 展现你的演技 所以呢 只有做 学生片 independent 然后你会 被cast的很重要的角色 你就可以展现你的演技 所以你第一个real的话 我投一个real的话 也是好多student film independent film 但是我真演的过瘾 就有一年的时候 就是三月份演一个癌症 癌症去世的角色 然后四月份演家暴 就是我演被家暴的那个妈妈 然后呢七月份呢演一个 就是说女儿是一个台湾的 就是一个真事 她女儿六岁的时候被这个 被那个被就是 被抓走 被害死了 然后这个 她们抓住这个 这个 这个枪 枪杀者 但是呢台湾没有死刑 就是 就是让她在监狱里头做了六年 又出了 那这个 这个妈妈就说 她 她这儿没有这个 呃 死刑 那我就去为我女儿报仇 那我那半 半年就演了三个这种的 你就想想吧 所以我演完那个角色 我就说了我再不演了 结果 正好那个 就那一年 那段时间的角色都是比较那种 对啊 对啊 就说但是就是你就想吧 后来我 但是你体验了 对我当时 我当时就说我 我今年演够了 后来十月份的时候 他们有一个 那个 那些学生 他们就说 哦 要找妈妈 说 说李慧阿姨 你一定要帮我演啊 你一定要帮我 后来我说 好吧好吧 我就 但是我就说我不演了 受够了 但是就是还好 他们真的 他们特别 对 特别从那个 Burbank那边过来 我记得就是在那个 Elhamblade 一个 一个 咖啡shop 说李慧阿姨 你一定要 你就是这个妈妈 你一定 那个还真的 那个片子 是跟那个 赵亮 演她的妈妈 亮亮跟我 对 那个 那个dance 是吧 对对对 dancing for you 所以 他们当时拍完以后 就回中国去了 要不的话 那片子也会得好多奖 其实那个片子 当时 可能他就submit 一个还是两个 亮亮拿最佳女主 然后我拿最佳 那个配角 女配 因为我演的她妈妈 对对对 这个还有一个好处就是 标戏的话 跟那个有经验的 真的是 痛快 对 我跟亮亮的那个真的 你还冲突吵架 对 我觉得非常好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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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对 所以说这个 你要真的想走这一行的话 上学学习是很重要的 是的 是的 对 在这边其实很多学校 很多acting school 很多很多 然后也有非常好的 那关键学费也不高 对 所以我当时我去上课之前 我之前是跟老师有个interview 嗯 然后我问她 我说这个课是多长的 嗯 她说是两年 我还吓了我一跳 哦 后来我马上我又 哎 觉得 哎 我都要一直去玩下去吧 演下去 那两年就两年呗 对呀 对呀 而且我之前 那上这个课之前也听了很多人讲 就是哪怕你是换不同的课 这这两个月上这个课 再接着又上别的课 嗯 那你也很多人都持续一直在上 对 对 包括我们班上有些岁数也很大 对 60多岁的 对 在美国没有这一说 还有好多都是退了休以后又回来 嗯 就反正我退休了嘛 那个就是 还有的就说年轻的时候有这个想法 有这个愿望 没有 但是呢觉得那个 错过了 错过 而且还是就是说是 如果你真的想变成一个职业的 还是很艰难 好莱坞不是那么容易的 所以我觉得就是心态很重要 好 我要在这个过程 比如说哪怕我就才刚开始上课 上课我都觉得很开心 那就够了 那你就肯定不会失望 对 你肯定会有惊喜 对 是 就是就是说是就是不要报的就是我要赚钱啊 我要成名啊 对对对 当然了就是说是好多 我我我只能说我自己因为 因为我是小的时候演戏 毛主席宣传队 带来以后就没有脱离了 然后来了美国以后 又在偶尔的条件下又回来 但是我觉得我演戏是一种passion 就是我的热情 所以昨天前天我跟我一个朋友 他他就是一直在找这个经纪人 他就说他说李晨姐啊 你要是把我放的这些精力 你放到你在追求这上面 你早就非常非常成功 就是我因为我有孩子 我有家 我有父母 有很多东西要顾的 对而且我一直就是 我是家庭第一 嗯 我就那个 但是但是 其实这个更更稳定更长远 对对 有时候你太过失衡了 对 你会坚持不了那么久 你总会有些某问题出现 而且好莱坞是 是个tough business 嗯 就是不是 你想你你被拒绝多少多少多少次 你被拒绝 并不是因为说你演得不好 你演技不好 你长得不漂亮 是因为人家那个主角已经 有有的时候就人家主角 已经就是那个cast 已经选好了 嗯 结果你来试镜 你比人家高出半头 别的什么都没有 拜拜 配合不了 对 然后人家比如说是那个主角是黄头发 人家想要一个棕色头发 你来了你是红头发 嗯嗯 就是好多客观的原因 好多原因 对对对对 所以 我那个我之前上这个课之前去听过一个课 我听了他讲了很多 但是我记得最清楚的一句话就是说 你尽管的去做audition去参加audition 但做完之后你啥也不要管 对对对 这样你就会很心态 不会说哦 比如说你做完一个audition 你就特别说哦 我要去打听对对对 下部怎么样能不能 那你就抄了一些没用的心 对 然后你就会很累 对对 做了就好了 等着他call back给你吧 对对 说的容易 但是我们都是都是human 都是人都会说哎呀我为什么没那么做 我可以这么做 我到现在都都这样 嗯 我是我就觉得就是心态重要 就是说是就是因为我那时候在到这 在芝加科的时候偶然看到报纸上 人家需要一个说中文的演员 我就去试了 然后就开始对 然后就开始一个一个点 正是因为我没把它当回事儿 所以我没有压力 我我基本上那个时候演舞台剧的时候 就我去试镜就拿到角色 试镜就去拿到 嗯 因为我我没有任何压力 我觉得你给我就给我 不给我也无所谓 嗯 所以所以说那现在就是后来回来 等到2010年的时候吧 哦对 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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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的时候回来 回来演的时候吧 也是这种心态 嗯 就是就是当时我失业了吗 我不是我是成人学校英文老师吗 我觉得挺好的 嗯 从8点到3点我就下班了 我可以 我妈我爸爸我爸孩子 我会可以跟我孩子在一块 哎 我说这个我教英文吗 我英文专业毕业吗 我 我一个 呃 英文专业 学士学位 一个 呃 教育硕士学位 表演硕士学位嘛 我就说 呃 我自己还跟我自己说 我就这么那个 这个这个学校的负的也不少 因为我是有两个硕士学位嘛 嗯 所以他那个学校的那工资会干 你你又硕士学位 你又博士学位 你比别人的那工资要高一点 嗯 然后呢那个而且那个benefit 那个保险也特别好 我就我就跟我自己说 哦 多舒服啊 多舒服啊 然后我就说 呃我就等到那个我55岁退休 我再回去演戏 啊 原来的计划是这样的 啊结果巴擦一下 人家那个把我们成人学校给砍掉了 哦是这样的 对砍掉了 那我先生就说 你你再回去演戏吧 嗯 所以我才这样回来的 但是我就一直在代课 嗯 同时也在代课 对 后来呢 也是不是说我不要怎么着 不要怎么着 所以没有特别大的压力 就就回来演戏了 对 你说到这个就是说 没太把它当回事 但是又有热情 这个就是很重点 对 并不是说是我没把它当回事 我就不认真 嗯 这个很重要 我觉得对年轻人来说很重要 有一些人 他是这样 他说 我要演戏 我什么都不干 我就要去演戏 这个是听起来是你很有热情 而且很专注啊 但是可能你的生存问题 你要考虑一下 对 但所以的话 我就说特别在好莱坞同学当中 好像有些年轻的 他们都在做一份工作 对 你做这个工作 一个是养活你 因为拍戏 一开始你真的养活不了自己 那你在养活自己的同时 又有体验到那么多社会上的这种人 不同的人 生活经历 这个很重要 这个东西就是说了 就是你比如说是那个被电视剧选中 选中了以后你是个regular 那电视剧呢 没有任何东西 所以就说在美国 就是说是不像是那个 好像中国吧 你一千个公司就是八年 好像那么八年 然后呢公司本身给你提供资源 公司本共有剧本 有那个电影让你演 那在美国 基本上像我们这些一般的演员 都是你自己去 其实就是说是吧 有的是那个 有个团队 比如说是那个经历人 经纪人 就是你如果再高一层 你就会有这些 他会给你 就是帮助你再往光 对 但是像我们这些一般的呢 都是就是经纪人给你把那个 你的照片发过去以后 人家那个玄教导演觉得合适 就让你去试镜 如果你的心态不正 或者是你不坚强 你碰壁啊 你真是碰的 天天都会碰壁 真的 你就是都不是了 就是百分之一的女 百分 你一百个试镜里头 如果你能达到一个角色 就不错了 是 我是 我之前都是演学生片 然后从去年 是那个Marty介绍我一个经纪人 到现在就一年 他每一个什么给我的audition 都是石层大海 就是我试完都是 就是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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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觉得 因为跟我演学生片的那个事情完全不一样 因为那些是全是英文的了 对对对对 不管是广告也好 一开始只有广告 他说你没有一个英文的reel 他说我没有办法帮你去去找电影电视 对 那全是广告 哪怕广告 每一次audition 我就觉得我在练英文 先把他能够说出来 说出来然后怎么能轻松的 对对 一开始也会觉得 啊怎么拍怎么拍 慢慢习惯了 还好 结果就知道了 那终于到去年年底开始 他有什么那个TV 有那个film给我了 哎呃 我就觉得开始有有一个还 一个叫做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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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w and force 是什么 law and force 一个电视剧 对 哇 我当时看到我一查那个imdb 哇 这个是一个三百多集的一个电视剧 很重要的对对对对对 但是心里就歪一下激动起来了 对就是那个很那个很小的角色也有很多很多人视剧 对就是 一句话一个字 也会有 所以所以美国这个就是好莱坞的这个是真是不容易 真的真的真的 我收到这个audition 我会马上想象 万一我疼了 我就在那个什么地方拍了 对 就有点跳的太快了 但经常压自己 别想那么多 别想那么多 就是做就好了 对对 嗯 就是时间到了 就是right time right moment right place 天是地利人和 对对对 但是呢最关键是 昨天前天我看那个 杨子群的一个那个视频 他就说 你自己得prepared 嗯 如果时机来了 你没有本事上 嗯 那也会那个 对 但是你自己就非常prepared 那如果一个job过来 那你就完完全全上 是 是的 而且有时候如果你是在一个 嗯 很偶然被 就是很偶然被挑中的话 如果万一做的不好 可能又是一种灾难 对 我当时 我有一个 就刚才我说的那个audition 嘛 后来我找同学来帮我做reader 嗯嗯嗯嗯 然后他挺好的就陪我 要花好几个小时 完了之后 呃 呃过了几天上课 他问 啊他说那有消息吗 哈哈哈哈 我说我我我 我知道肯定没消息 他说你为什么这么想 我说 真的不可能 就哪怕 那个cast and director 瞎眼了 找到我 嗯 那也许我到了片场 我一紧张 干嘛的 你都没准备好 到时候 你这个人就说进入黑名单了 就是 你就没有这样 倒是不会 那个因为他 他美国有一个就是 每一个company 每一个都是 都是各的各的 嗯嗯嗯 但是就你可能在他 这个这个casting 对在这个 这个导演这儿可能 对他对你有个不好的印象了 是吧 下一次你再见到你 哦哦 就是你 就是就是 就是 宁可没被选中 宁可稳一点 啊我觉得我是现在形态还基本上能调整到 对但是现在就是说是一般情况像是像这个美国的这个电视剧啊电影的话 呃除非就是那些有那几个有名的现在就是就是任何一个电视剧 关于中国就是Chinese Chinese American 都是他们那几个人就是 但是呢就是主角呢 那就是小一些的角色呢 嗯嗯 就是就是几句话 嗯 所以说就是说是那个 嗯 刚才就又回到那个做学生片 你会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那 那 那想打入好莱坞的话 像我们这些 嗯 small potato呢 就是只能一步一步的 因为电视剧它有一个就是刚才说你每一集都有的叫Siri regular 嗯 然后下面呢叫叫Recurrent 就是你会有几集会有 那Recurrent也有Guestar Guestar呢就是比Costar最下面 Costar呢就是有一句或者两句跟主角有一句两句话 如果你在这个电影电视剧里头有四五句话 但是呢你没跟任何主角 嗯 那叫Under 5 就是又是一个一个层次 对对对 然后呢就是feature 然后就是background 就是群众演员 嗯 然后稍微feature 没画 但是你的脸会看得多 啊 它是一步一步 那Costar 那是你的那个Resume 你的那个就是演戏的那个简历 嗯 要写你的演过的是什么 对 关键的是就是Costar 在主要这些电视剧里头 从Costar 然后Guestar 嗯 然后呢在Siri regular Guestar也有小的Guestar 大Guestar 嗯 那我的那个演妈妈的这个是 其实我是Guestar 嗯 但是呢那另一个 另一个呢就是养我女儿的朋友的 嗯 他也是属于Guestar 但是他呢每次都会出 十三级里头他会出到六级跟七级 嗯 那我呢是属于就是 我当时合同就是说是 因为我就是演妈妈嘛 嗯 我也是Guestar 但是我是保证我两级 嗯 所以说呢就是说 我尽管我已经在这个电视剧里头 呃 是演妈妈 演了五级 嗯 但是呢我一共现在在RMDB上面只有十级 那我还有三级呢是因为我出现出现了 但是没有话 哦 我也他也付我钱了 但是没有话就不会在RMDB上面出 嗯 就是我所以我在RMDB上面有十级 你就想一想吧 如果我去那拍戏 他就是付我一千块钱 我他我每一季只有两天拍戏 嗯 我就我这一年两千块钱能活下来吗 嗯 嗯 还是活不下 这都已经是 已经是从下面上到 对 上到就是Guestar了 对 所以说就是就是Guestar就是 就像是那个我十二月份拿到一个 哦对他你你是拍了五六天 他给了你五千多块钱 嗯 但是这五千块钱 弹到你 一年当中 你看看你有没有那么多戏 对啊对啊 所以说 所以说就是说是 除非 除非你就是最 当然我们就是 就像你问我的话 我也是 我的愿望也是 我最终也想在一个电视剧里头 演主角啊 演主角啊 Siri Regular 就是Siri Regular 嗯 那那就是我是从Cold Star 然后Recurring CoStar 然后Guestar 那个你试镜 那我试了多少多少机 我这Pandemic 就是那个疫情 疫情这段时间 我的那个经纪人给我的那个试镜太 嗯 他就是并不是亚洲的 就吃我年龄段 他说是任何种族都可以吃 他都给我说 一句话一个次的 我都有点烦了 我说O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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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给你的时间大概有多少天准备 通常 一般情况下 像一句两句的今天给你明天 或者今天上午下午 就这样 对 也有的就是就是两三天嘛 对 两三天已经算好了 对对对 一般情况下是今天给你明天 是 如果你要是你要是就是in person 你要进人办公室的话 就是今天给你明天进去 就这样 就之前in person更加急 对对 现在还多一点 对基本上就是今天给你明天去 还有就是上午给你下午去 还有这样的 对那我有一次就是就是同一天三个audition嘛 就是Santa Monica 然后Santa Monica完了到Hollywood Hollywood再到那个Sherman Oak 就是有那样一句话 为了一句话 嗯 也是拼了 也是拼了 那刚才说到还有一点没有说完 就是经纪人和那个agent 是怎么去找 对不一定的是manager 只是管你的那个就是你在这个事业上的成长 嗯 就说是你那个你的发展 嗯 嗯 然后呢agent呢是submit 就是帮你去找工作 找工作 然后帮你签合同 嗯 其实manager是不应该submit 但是现在呢manager也在submit 哦 因为有的时候你拿不到你找不到manager是经理人 嗯 manager是经理人 嗯 你找不到经理人你找不到agent 那manager现在也可以 所以我是我manager跟我agent都在submit 他们是两个分开的 他们不是同一个 你得一起如果managersubmit我的时候就那个email的时候就要copy我的agent 那我agent submit我就要copy我的manager 因为呢如果你要是submit同一个job就conflict 对对对对 所以他们得work together 所以他们得work together agent是一个公司嘛 那manager他是一个分开的公司嘛 对对对 所以像我现在就是我那个我拿到工作以后我的经纪人就是agent take 10% 拿我的百分之的那个commission 那我manager拿我百分之十五 所以我拿到一份工我拿到100块钱我有25块钱就就没了就是其实我就是付百分之二百分之十五是我的就是不管是我manager还是我agent就是不管我经理人或者经纪人给我拿到工作我两个人都要付他那两个都是就是manager是必须的吗不是必须的是你觉得他给你我的情况是我已经有agent 但我这个manager是我这个朋友我们我在那个年轻的时候二十几岁的支交哥我们一块那个跳过舞就是他朋友然后后来他自己变成一个manager的时候他就说他要manage我我说ok fine结果他真的那他确实帮到了你的一些规划他确实帮到我我的breakthrough就是那个weep就是他给我submit 都不是我的那个agent不是我的经纪人 他们怎么一起工作呢 没什么就是就是让他们互相知道知道 谁你身边就好那挣钱是他们都挣我的钱啊所以 manager的工作就是他会给你一些建议或者说给你选择哪一些片子或哪一些东西对你来说更有 可能每个manager都是不一样 但是manager就是在规划规划你你的那个发展前途但是呢就是说是也看看什么了如果你非常new就是刚刚进入的话他就是能保证你给你找到一个agent 然后呢他会就是go through your headshot 然后呢real 然后呢就是就是去上什么课 那我的manager呢就是因为他manage我的时候我已经有一些credit 所以他帮我怎么会他帮我做的real所以我没有去出去那个他帮我做的real他帮我做我的website 然后我每次book你看我的那个如果你去facebook上每次我要是拿到一份工作他会做那个就是他给我做的卡片 就是就是这样的因为因为我们只我们是那个好朋友嘛所以所以说他就是submit submit submit 那那有一些agent也在做manager的工作对吧应该是应该应该 像我的他就是他他不是也给我提意见他说你的hello不太好他说怎么怎么你去要拍个什么样的给我一些参考的 对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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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后来一直拖了没弄他说哎你过来吧我帮你拍 就就他找了摄影师来帮我拍了还没收钱啊然后另外的话就是他也会高呃比如说一个重要的一个他觉得比较重要的 他会说哎你录完subtip发给我我给你看一下yes 或者你提前告诉我我做你的reader你需要的话哦哦哥哦那你这个agent也太好了哦对他他挺好的 哎呃有一次我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电视剧嘛呃我我没有看到那个邮件他是七点早上七点钟发过来的 我十二点钟接到他的电话我不知道真回笑吗没看邮件嘛 他说你需不需要有个人帮你呃就是呃呃coach你一下就是 然后哎我听得有点懵我不知道你有没没明白他说什么我说我在上课啊呃后来就啊那行那你需要的你就告诉我 后来我去翻邮件一看哦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很重要的对然后我就后来就跟他说好好好我我马上做 然后给他看对对其实就是我的另一个朋友他就一直就没有manager就是agent 就是用agent然后呢就是就是就是看你了就是就是尤其是年轻的还有找不着那个agent的时候manager比较容易找manager比较容易找 对是现在就是这种那就是比如说一个完全陌生的话就上网去搜manager然后去跟他取得联系 一般情况下所以像你上课这种的时候你可以就是在你同学当中问同学人家可以那个推荐你一般情况下吧就是说是这个agent或者manager 人家会如果你的朋友啊同学啊都那个已经那个有然后呢他愿意推荐你 就这样像我那manager我当时的时候就是我就我那一两三年前吧我推荐的任何一个他都收现在他那raster也很大了他不会任何人都收了 对对对对有些太多了他有控制一些数量他大概啊他现在就没有像以前那么多时间来帮我 像我现在有好多那个那个就他就没有时间但是他他给我做的是真实他把我的那个reel就是分成那个英文 戏剧就drama英文戏剧那个中文戏剧中文戏剧就是他都给我分成分类分类看哪个片子他神秘哪一份对对所以说那个其实要做还是很多工作这样你就更有效率嘛对对对更有更有成功 哎就是可以啊我觉得你这个说的非常宝贵非常有用对对对对对然后也是你真正的经验之谈对对非常感谢慧姐 anytime 把忙之中抽出来来这你下午还要去排练对对任何时间任何时间任何时候for you 谢谢谢谢感谢你你你那个我觉得你就是你你的路走的是对的你在上课你在做那个student film就都是一个training 还是心态就我我知道知道自己是什么水平然后就慢慢来吧对对关键是这个过程你开心那你就有可能会进步对对对 嗯如果你觉得哎呀这个好好被动啊那你肯定做不好对对对好今天我们感谢慧姐然后我们如果大家有什么相关的话题或者问题也可以留言给我们 然后我们再请慧姐再回来回答没关系没关系谢谢谢谢谢谢拜拜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